如果只選擇一個未知染頭髮 你會選擇哪裡呢 不管做哪一個項目都是一個設計的概念 所以未知的選擇很重要喔 色塊染的未知選擇當然跟髮型有很大的關聯囉 隨著髮型不斷的改變 然後頭髮一直長長之後 那個色塊的顏色也會一直改變 那當然退色的過程呢 直到退到最後如果未知選得好的話 就算顏色都退光了 還是會很好看的喔 有朋友在我的影片底下留言說 看我色塊的髮型也很好看 希望我能夠分享 那個客人看我染那樣他也很喜歡 所以呢就幫他設計了一個 適合他的色塊髮型設計人 你也想要有屬於自己的染髮設計嗎 一起進來看看囉 嗨嗨我是Sandy張三滴 繼續收看這個影片之前 一樣記得先訂閱並且開啟小鈴鐺 GO 話說有一次在測試那個 廠商的新瓢粉的時候 然後剛好想到自己很久都沒有時間染頭髮了 所以乾脆就順便自己來試一塊好了 於是就有了這一次的色塊染髮 因為現場大家同事們都實在太忙碌了 所以呢就自己選了一個區塊 直接把瓢粉丟上去囉 好啦塗上去啦 那在色塊性染髮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有不同的選擇 看自己的喜好 像看你是想要把它放在最外面 就是很明顯的位置 然後或者是放在若隱若纖 或者塞人後才看得到的位置 這些都是可以有不同的選擇 那因為我本來的髮型就有瀏海嘛 所以我就選擇在 而且頭髮有一點不對稱 所以我就選擇在 比較長的那一邊做一個顏色的色塊 然後利用頭髮垂落下來頭殼的原理 就是它會有一點點像這樣子垂落下來 有點蓋住 所以我把這邊的頭髮稍微剝開 然後染了一個可以很明顯看見 又可以若隱若現的位置 而且因為我只想要染在我頭髮中段的位置 所以呢我就直接把這個位置選出來之後呢 用玫瑰甲去固定它 然後在漂頭髮的時候 漂粉有一個要注意的部分 就是不能調的太過濃稠 也不能調的太稀 因為如果調的太稀的話 那個漂粉就會滑下來 滑出我們設定的那個範圍 可是如果調的太濃稠 又不容易把漂粉均勻的滲透到頭髮裡面 那這個就是我們要注意的第一個部分 那我自己的部分呢 因為我只有要染這個區塊 其他地方都不染 而且我刻意要讓它區塊明顯 所以我就沒有不需要注意什麼 其他銜接的問題 我這位美麗的小姐呢 她原本之前頭髮染的是先調染 那因為看過到我這樣 她也想要把它染成色塊染 所以我除了把我要染的那個色塊 跟它溝通好選曲 隔好之外呢 其他的部分 我在漂頭髮的同時呢 也會同時把它染深 因為我們要把它其他線條的地方 染得比較一致一點 看起來整個頭髮才不會那麼花 所以在漂頭髮 反正一樣要等時間嘛 所以隔好之後 在漂的中間呢 我們就把其他的頭髮顏色 也一起染好了 其他頭髮也要染的話 這也是第二個我們可以注意的部分 那這樣在一開始呢 我們就完成了90%的工作 再沖水完起來之後 我們只要染漂完的那個部分就好了 這樣是不是很事半功倍呢 而且因為這位美麗的小姐 她就是喜歡我選的那個位置 而且她也很想要試試看 有瀏海的髮型 所以呢 這次我們就幫她換了有瀏海的髮型 然後也選擇一個她想要的位置 現在就是已經沖完水起來漂好的樣子了 然後呢 她很喜歡她現在這個樣子 她一起來她就說 欸這樣已經很好看了 所以表示之後 顏色都全部退光了以後 她還是會覺得很好看 那這次呢 她想要換亮眼一點的顏色 那當然就一定是選擇暖色調啦 所以我們就幫她選了一個偏橘的顏色 但是如果整塊都橘就會覺得比較生硬一點點 所以就建議她搭配一點點米色系的漸層 所以她的色塊就會出現了橘色 然後再有橘部一點點米色的漸層 這樣子感覺會更柔和 但是也會非常的明亮 染完之後她也是非常喜歡的 染完以後在頭髮做各種波動的時候 或者fire後的時候 有時候會出現一些 有時候會出現色塊感 有時候好像會出現有一點點線條感 那不管是在塞而後的時候 又會出現不一樣的設計感 那就算綁一個小滑尾也都會很好看耶 同樣的染髮方式 在我們區塊的位置不一樣 數量也改變了之後呢 再利用我們頭髮在原體上面 自然垂落下來盛開的效果 我們可以做更多的不同變化 像現在大家看到的這個設計 我左右的位置不同 所以當頭髮放下來之後 同時交錯 它就會出現更多不同的變化 顏色的表現會完全不一樣 有時候會光影 有時候會看到色塊 是不是很有趣呢 我們在畫畫的時候 是畫在一個平面上 然後我們在染頭髮的時候 是染在一個立體的體積上面 會有裡面外面上面下面 所以我們頭髮在放的位置 只要選的色塊有所不同的時候 它的表現是千變萬化的 是不是很有趣很好玩呢 喜歡的話 歡迎一起來嘗試看看喔 然後如果喜歡更多 就是關於色彩方式的位置 變化原理的話 我們也即將推出線上的三尾染髮的影片 那裡會有更詳細的操作模式 跟思考原理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 我再提供更詳細的資料給大家喔 想知道更多關於頭髮的思考與作品 就一定要Follow我的IG跟FB的粉絲頁 那裡會有更多不同的分享 當然也會包含剪頭髮 抗頭髮各種啦 好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囉 希望大家能夠有所收穫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一樣先訂閱按讚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囉 掰